吳宗憲7號出席節目記者會 說到台灣近日沸沸揚揚的 孫安佐疑似喜笑事件 憲哥也忍不住 替著孩子說句話 買槍在 就跟在台灣買漢堡一樣 的方便子 但那都一樣啦 孩子就喜歡搞那些東西 但他有沒有惡意呢 他沒有 這個一般 我的預測 五月底的時候 直接從監獄裡面帶出來 然後直接上飛機 驅逐出境 十年內不得再進入 美國的國土 唉唷 我看憲哥 這麼信誓旦旦的樣子 我們就來等著預言會不會成真 除此之外 第一花九千萬台幣就兒子 這法律費的部分 憲哥也有自己的見解 大家在猜測說 律師費多少錢 25萬美金已經是最高了 因為他工作的時間 就是這一個多月 兩個月嘛 好不好 到五月底 五月二十八號回來好了 因為他 如果五月底不趕快趕回來 他可能會趕不及看 七月二十八號 我小巨蛋的演唱會 對 所以 回來的話 再叫他來演唱會 當嘉賓 對不對 然後 然後舞台上所有噴火的功夫 都教給他 憲哥太鬧了 真的很愛亂開玩笑